Hello,大家好,我是Gadget Gang的阿聰 Apple剛剛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發推出新一代的14吋和16吋MacBook Pro 還有Mac mini 而新機最主要就是換了M2系列的新CPU 除此之外其實也有不少更新和進化 這條片會和大家分享 也會和大家分享討論一下我怎樣選擇這幾部新機 不過開始之前都是要叫大家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按鈴鐺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當然我們開了Patreon 大家想支持我們也可以做會員 先和大家說一下MacBook Pro 14吋和16吋兩個版本外形上和上代都沒有太大分別 兩部新機一樣可以配全新的M2 Pro和M2 Max核心 M2 Pro備有10或12核心CPU 最高19核心GPU 最高32GB 200GB per second頻寬記憶體 至於M2 Max就當然更加強了 設有12核心CPU 最高38核心GPU 以及最高96GB 400GB per second頻寬記憶體 如果單以最高規格來說 今次新的M2 Max 比起上一代的M1 Max CPU 由10核提升到12核 GPU 由32核提升到38核 統一記憶體亦由64GB加到96GB SSD 維持最多8TB 用量 不過當然我相信沒什麼人會這麼有錢打爆 另外官方亦提到M2 Pro和M2 Max 比起上一代的M1 Pro和M1 Max 效能表現可以提升最高20% 圖像處理效能亦可以最高提升30% 另外亦有特別提及M2 Max 在處理ProRes影片時會比上代有雙倍效能 除了效能速度令牌有一定的提升之外 新機的續航力亦有升級 14吋和16吋MacBook Pro 在電池容量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最長的使用時間都提升了1小時 14吋由17小時提升到18小時 而16吋由21小時提升到22小時 不過當然就是簡單的上網看片時間 而不是應付剪片這些繁重工作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就是跟上代一樣 16吋MacBook Pro是可以支援最高140W的充電 而14吋MacBook Pro就只是支援96W 最入門的版本甚至只是支援67W的充電 之前這一類CPU更新 但不是大轉款的MacBook Pro 大部分都是比較少其他硬件升級 不過今次就算是有點驚喜 首先就是升級支援Wi-Fi 6E 上網可以更快速 可以對應最新的Router 第二就是HDMI插口亦有更新 可以支援最高60Hz 8K的螢幕 以及240Hz 4K螢幕 在處理更高規格的影片時就會更方便 雖然不算是很大的變動 但兩個升級都相當實用,抵贊 到最重要的價錢 14吋MacBook Pro最便宜的M2 Pro 10核CPU加16核GPU 再加16GB RAM 512GB SSD 就是$15,999 而M2 Max的入門價就要$24,999 配12核CPU、30核GPU、32GB RAM和1TB SSD 至於16吋的版本 除了螢幕大一點之外 硬件亦會比較勁 最便宜的M2 Pro 12核CPU加19核GPU GPU要加$15,999 誇張的96GB RAM就要加$6,000 再加上8TB SSD就要加多$16,500 加起來就要$48,499 至於16吋版本 核心本身已經是最勁 所以不用再加 其他配備和價錢 都是跟之前說的14吋一樣 加進就要$49,799 除了MacBook Pro 今次Apple亦同時發佈新的Mac mini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上一次推出Mac mini 已經是2020年的年尾 而今次新機就換了M2和M2 Pro核心 入門價只需要$4,599 我想即時吸引不少人的注意 跟MacBook Pro一樣 外形上沒有太大的變動 只是集中於硬件升級 除了核心更加強更加快之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改善了上一代 最高只可以配16GB RAM的限制 變成今次最高可以配32GB RAM M2版本Mac mini配備8核CPU 最多10核GPU 以及最高100GBps 24GB RAM 而M2 Pro版本的Mac mini 就配備最高12核CPU 19核GPU 以及200GBps的32GB RAM 另外新機亦同MacBook Pro一樣 支援最新的WiFi 6E 可以更加高速上網 不過要留意的是M2和M2 Pro版本 除了最基本的效能 RAM、SSD配置不同之外 擴充性都有不少分別 M2版本的Mac mini 最多只可以輸出2個4K 60Hz螢幕 而M2 Pro版本最多可以輸出3個螢幕 其中一個更加可以是8K 60Hz 另外M2版本也只有兩個Thunderbolt 4插口 而M2 Pro版本就有4個 可以見到兩者在定位上都有幾大差別 從定價上也可以看得出 M2版Mac mini最入門的8核CPU加10核GPU 8GB RAM、256GB SSD 只是賣$4599 而M2 Pro最入門的10核CPU、16核GPU、16GB RAM、512GB SSD 就要乘$9999 是M2入門版本的兩倍價錢有多 如果打爆到12核CPU、19核GPU、32GB RAM、8TB SSD等等 就更加可以去到$33,999 看到這裡大家對新機應該都有一定的了解 在這裡我都分享一下我選機的一些想法 先說一下MacBook Pro 我現在個人的習慣就是手提電腦都很少外接螢幕 都是一打開就立刻用 不過剪片的話螢幕都真的越大越好 加上14吋和16吋兩部機的重量 我自己覺得真的不是差太遠 兩部機都不可以說是輕 所以我會選擇16吋 硬件方面就真的好看個人的需要 首先如果只是一般剪片甚至是剪4K片的話 又或者是整圖、收拾相片 基本上不要說M2 Pro 其實M2都可以很暢順地應付得到 不過去到Render又或者最後Output的時候 就一定有處理時間上的差別 另外如果你玩After Effects 甚至是3D的話 那當然是M2 Max就最好了 至於SSD 經過一年多做Gadget Game之後 我發現其實是多多都不會夠用的 加上我現在拖著外置SSD來剪片 其實都相當之流暢 所以我覺得其實選擇內置512GB已經很夠用了 其他東西、Backup那些 就不如放在外置的SSD更好 綜合以上所說 我就會選擇M2 Pro 最入門的19799 16吋MacBook Pro 你們又會怎樣選擇? 不妨留言和我討論一下 至於Mac mini 就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價位可以選擇 我自己第一個考慮的就是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說過256GB版本的 M2 13吋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的SSD速度 是會比較慢的 如果你真的好在意這一點的話 就最好不要選擇入門版本的Mac mini 另外還要留意的就是 Mac mini的價錢雖然吸引 但亦都要記住 它是不包Keyboard和Mouse 當然亦都是沒有螢幕 如果你真的什麼都沒有的話 加上這些都不便宜 算下可能買M2的MacBook Air 或者MacBook Pro更划算 不過如果你好像我們Vincent 本身已經有一個漂亮屏幕 又有齊配件的話 只是想換機升級 又甚至是Windows和Mac 兩樣玩完 Mac mini就一定是好好的選擇 最後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iMac 同樣是很久都沒有更新 現在仍是賣24吋M1核心型號 在差不多全線的Mac 都換了M2系列核心時 應該都真的是時候出新的版本 甚至可能是很多人都期待了很久的 27吋大屏幕 如果你不是很急著換機的話 都不妨等多一會 看定些再決定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對幾部新機又有什麼看法 不妨留言和我們聊一下 當然要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要快點訂閱 按鈴鐺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也是那句我們開了Patreon 如果想支持我們 也可以做會員 拜拜